如果没有能量不能急跑会怎样 这个机制有意思啊 没有能量只能走路不能跑 那么如果真采用这个机制会如何呢 一 能量药品超级加强 吃鸡中加能量的物资只有能量药品 常规的能量药品就是饮料 止痛药和肾脏腺素 还可能会有一些版本道具会加能量值 现在没有能量值就不能急跑 只能走路的话就太慢了 玩家到时候肯定会尽量多减能量药品 保证在需要用的时候能有的用 不然实际肯定会下降的很严重 能量药品太重要了 二 大神超级加强 如果按照这样改 普通玩家将非常难玩 大神得到超级加强 因为普通玩家很难击杀很多人 只靠地上捡的能量药品肯定不够 而大神技术高能击杀很多人 击杀之后可以舔他们的能量药品 所以大神才是最大受益者 三 载具变得更重要 虽然说没有能量不能急跑了 但还是可以走路的 玩家完全可以走路找到一辆载具 然后利用载具来转移 载具的重要性突然就变高了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这样该如何呢 再见